好久没有测工艺品了 我身边的这台就是联想ThinkBook全新推出的旗舰级商务本ThinkBook X ThinkBook X整机小巧且精致 长宽仅29.3-20.5厘米 重量只有约1000克 是一台走极致便携路线的笔记本电脑 那么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特点 其他地方实测表现如何呢? 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还是先来看一下基本配置 处理器是Intel的Ultra 9 185H 内存是32G的LPDDR5X 8400MHz 硬盘是1TB的PM9CEA 屏幕是一块3.5英寸3.2比例 2880×1920 120Hz刷新率的IPS屏 其余部分的参数我们都列出来了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暂停查看一下 ThinkBook X的外观设计在保持ThinkBook风格的同时 质感对比主流价位机型有了非常巨大的提升 而且除了传统的铝合金 ThinkBook X还提供了一个特别版 采用了联想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丁文江院士 曾晓晴教授团队联合研发的新型不锈铭合金 对比传统的铝合金 同时在强度和耐辅实性上表现更加优秀 实际的产品上 无论是屏幕还是机身的强度都非常惊人 和我们以前测试过的那些小尺寸扭扭乐 完全是不可同而语的 金属机身再加上中框画龙点睛的抛光 质感也远远超出了塑料感较重的传统铝合金 在强度和质感都接近铝的同时 依旧保留了铝合金轻量化的特点 不锈美版本的整机重量只有约1000克 铝合金的版本则要重140克左右 再加上12.9-14.2mm的机身厚度 变形性这一块绝对是没话说的 不过超轻加上超薄的代价自然就是外部扩展性了 ThinkBook X左侧是一个雷电四接口 一个3.5mm的耳麦口 右侧是两个雷电四接口 支持指纹解锁的电源键 摄像头开关 一般来说我们会希望有一个A口 但是考虑到3.5接口都已经是几乎贴边了 而且三个C口全是雷电 也确实不好再为难这个小家伙了 单手打开屏幕 屏轴的阻拟感和稳定性出人意料的好 C面键盘贴边保住了不错的键帽尺寸 触摸板的面积也还可以 遗憾的是键盘只有一毫米的键程 手感比较坐牢 触控板也还是普普通通的翘翘板结构 没有ForcePad选配 B面的观感就非常强了 边框和下巴控制的很极限 正面屏占比达到了97% 看上去真的是高级感十足 屏幕的圆角也看起来比较和谐 上方的额头内置了1080PiR摄像头 支持人脸识别 镜面触屏版本还支持Magic Bay功能 刘海可以通过磁吸扩展出更多配件 包括LTE模块 可惜非触屏的版本不支持 屏幕11块13.5英寸2880×1920分辨率 120Hz刷新率3比2比例的IPS雾面屏 另外还有镜面触屏可选 这个比例的屏幕半功使用还是很舒服的 纵向上的延长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屏幕尺寸较小的问题 有着不输于14英寸笔记本的显示效果 中心最大亮度达到了591nit 相当亮眼了 色域容积100.6%的sRGB 覆盖98.6%的sRGB 色温6700K 对比度1552比1 色准表现非常好 小硬时间方面 黑白17.89ms 灰阶27.43ms 和其他同类清模本一样都偏高 综合来说 ThinkBook X的屏幕使用体验确实达到了高端旗舰的水准 超高的屏占比加上3比2的比例 观感和使用体验两手抓 要是能加上广色域和色域切换就更好了 那优秀的外围配置之余 ThinkBook X也不止是绣花枕头 Intel Ultra 9185H作为真移动端的旗舰 6加8加2合计16核心22线程 在能效比曲线图中可以看到 对比Ultra 7以及Ultra 5性能优势很明显 与8945HS在40W左右相交 在ThinkBook X上表现也基本吻合这一状态 单核1806分 多核首轮分数15822分 稳定分数13300分上下 第一轮可以达到最大50W的功耗 温度100度 在第二轮中途下降 维持在35W左右 核心温度80度 而如果开启BIOS内的Super Boost模式 那处理器的稳定分数可以达到13600分左右 比Ultra 2还是50W 持续释放略微提高到了37W 核心温度也轻微上升到了85度左右 作为一台13英寸的超宝本 压制热密度不低的Ultra处理器 能够获得这个表现算是值得认可的成绩了 显卡性能方面 ThinkBook X搭载了LPDDR5X 8400MHz内存 是我们测试过内存频率最高的机器 远超今年其他机型的7467MHz 这打破了Intel的默认频率支持上线 读写性能确实很暴力 但是因为功耗的瓶颈 默认35W之下 Time Spy跑分3713分 FSE 4685分 Super Boost 2143分 Super Boost可以略微上升 Time Spy 3953分 FSE 4735分 Super Position 2373分 和70W下关闭SAGV的Ultra 7性能差不多了 实际的游戏当中 1080P下FF14平均94.8帧 递平线5低画质85帧 古墓丽影最低画质61帧 原神59.85帧 基本上顶住了上限 2077低画质38.06帧 开个XESS也是可以错误一下的 综合来说 ThinkBook X虽然并不是为游戏而设计的 但是本代的Ultra 9 其实能够让用户在工作闲暇之余 稍微娱乐一下 不过这个更多是锦绳天花 机器的功耗限制13.5英寸屏幕 正经打游戏还是别为难它了 生产力方面 核显轻薄本比较常用的PS里得分1064分 结合色准不错的屏幕 简单的图片处理也是可以胜任的 接下来便是拆机展示了 拧下6颗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这里一定要注意 和大部分笔记本不同 ThinkBook X的电池是固定在后盖上的 通过排线与主板相连接 而且用的是螺丝固定 开盖的时候需要先断开连接才能拿走后盖 官方对这个设计的解释 是可以以此取消掉电池的框架结构 从而扩大电芯 结果上看在如此轻薄的机身内 塞进74Wh的电池也确实很活了 官方宣传能够达到880电池能量密度 实际的中高负载脚本续航能够达到7小时13分钟 这一代的Ultra加上大电池 只要调教不崩塌 续航的表现都是很难打的 回到机身内部 ThinkBook X的设计非常工整 可以说是科技色图也不为过了 上方是一块全覆盖的超薄均热板 同时还联合了风扇做了内吹的散热 实际散热水平也是不错的 默认状态下FPU功耗35W 核心温度仅有79度 大核2.7-29GHz 小核2.3GHz 小小核1.6GHz 而且电高和平放的温度完全一致 说明脚垫设计的很好 完全不影响进出风 此时噪音45.8分贝 体感可值 但是不算很吵 不过这个功耗加上这个噪音 在如此轻薄的机身内自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键盘中部区域超过了40度 FN区域键帽最高45度 不过其他地方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下还可以接受 而开启Super Boost模式之后 此时FPU的功耗上升到了37W 核心温度维持在84度 表明温度此时变化不大 噪音从45.8分贝提升到了48.2分贝 综合来看Super Boost模式和普通模式的变化点不大 日常用普通模式就行了 硬盘原装的是1TB2242的三星PM9CEA 独显如图 机身内也确实没有第二个硬盘位的位置了 网卡是Intel的AX211 本次也测试了稳定性 供大家参考 好 这台电脑也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这里总结了优缺人各三条 供大家参考 ThinkBook X作为ThinkBook冲击高端的新尝试 确实很让人感到惊艳 超轻薄的机身 大开门的质感 确实高级感十足 杰出的内部设计带来不错的性能释放 搭配上本代能效比进步显著的Ultra 9 轻薄本旗舰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新型的不秀美材料的采用 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加分项 即便抛开产学结合促进科技创新的大抬头 只谈产品 新型材料的采用也确实是在控制重量的前提下 做到了更接近铝的质感和强度 打出了和其他旗舰不同的差异化 不过ThinkBook X也有一个比较大的痛点 那便是键盘手感了 和预示不绝外接解决的游戏本不同 使三英寸的超轻薄本 形态就已经决定了 它的使用场景大多会是外出使用 而键盘又决定了文字办公这一轻薄本最核心的体验 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给同为Think系列的大哥留一些体面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买本性能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